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讲的是阅读文的单词部分。 好,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呢,多出了一个阅读文,所以它有独立的单词表。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丁先生,是他的一个主人公, 在这个阅读文当中提到了小丁先生的一篇,丁姓是提,丁先生,提三,提三,提三。 日资企业,叫日系企业,五调,一,二,三,四,五。 日系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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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职员,三调,一,二,三,四,五。 会社这个词如果单独读会社是表述公司,同时如果单独读社员,读作 社員就是员工,因此合起来,开社員就是员工的完整形式。 继续看下一个单词,每天,一调,都做 毎日,其中毎是美,日是天,毎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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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去,外出,零调,往上走。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字动词,而且它是一个一段动词。 那么一段动词还记得吗?首先是以路结尾,并且路的前面必须是二段,或者是四段的。 我们看一下,け,け的话呢就是四段加路结尾,所以它是一个一段动词。 那一段动词的话怎么变成MAS形呢? 去掉RU,直接加MAS,出去,我们读一下,でかけます,否定,でかけません。 既然我们在这一课当中提到了这个动词的学习,所以接下来,如果在单词表当中出现动词的圆形的话,就是基本形, 我们都要求要同学们把动词的圆形,就是基本形,改到MAS形,要写到旁边。 好,那么外出这个词怎么用呢?比方说外出到哪里去?前面有个地点。 好,我随便举个例子。 东京的地名,新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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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是,でかけ、る。 好,把它变成MAS形,でかけます。 这个时候,这个中间要表示方向,去到哪里用A,来们去到新宿,对一下,新宿,でかけます,新宿,でかけます。 下一个单词,市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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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零掉。 好,かいしゃ,刚刚讲过了,かいしゃ,かい是会,しゃ是设,かいしゃ,かいしゃ,かいしゃ。 交外,一调,こがい,こがい,交是由こ加上う,都做こ,外是が加上い,都做がい。 合起来,こがい,こがい,こがい。 好,その代わり、ドイツ。 て、て、日系企業、日系企業、会社員、毎日、出かける、出かける、市内、市内、会社、郊外、郊外、郊外、 下一个单词,走路、歩く、歩く、步子、这个地方多了一点比中文,右边是它的日版汉字。 我们来看到它是一个字动词,同时呢,它是一个五段动词,我们检查一下。 五段动词要求最后一个音在哪一段呢?在第三段上,也就是五段上就好了,我们数一下ku。 かきku,ku是在第三段上,所以说明它是一个五段动词。 如果五段动词要变成masu形的话呢,必须把这个三段变成二段,也就是要变成一段再加上masu,才变成这个礼貌的肯定形。 那么ku的前面是什么呢?是ki,所以aruku要变成aruki再加上masu,大家把arukimasu写在旁边,拦读一下。 去,arukimasu,for定就是arukimasen,arukimasen,一问的话呢,就是加一个ka,arukimasu ka是走吗? 是走着去吗? 好,再看下一个单子,电车,densha,读零调比较多,de加上n是电,sia,sia是车,合起来,densha,densha,坐电车怎么说? 我们在语法当中说过了,表工具和交通工具用什么?de,densha de,去怎么说?ikimasu,ikimasu,坐电车去怎么讲呢?densha de ikimasu,densha de ikimasu,densha de ikimasu。 下一个用紧,一调,koumu,koumu,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字动词,而且它是一个五段动词,检查一下,mu,mu一定要是五段,也就是三段上的,属于下,mu的所调。 所在行是ma行,ma,mi,mu,好,因此,要把它变成ma字形的话,这个u段要变成一段,也就是变成二段,之后再加上masu,那mu的前一个是什么?去掉,mu的前面是mi,所以再加masu就是koumimasu,好,大家把koumimasu写到旁边,koumimasu,用紧,koumimasu,否定呢,把masu改成masen,koumimasu,以问呢,加上ka,用紧吗?koumimasu ka? koumimasu ka?加班和字写残业,零掉,zangyou,zangyou,zangyou,残呢是za加上n都做,zan,zan,ye呢是kyou加上u,傲长音,kyou,往上走,zangyou,zangyou是名词, 那么如果是把它变成加班的一个句子怎么说呢?要在残业的后面加上宾格柱子,o,再加上shimasu,这样来说,zangyou shimasu,表示在做一件这样的动作,凡是动名词啊,都可以这样说,就是把前面写名词部分,再加上宾格柱子,再加上shimasu,表示做,这个事情,zangyou shimasu,zangyou shimasu, 副词,副词,you,mata,mata,我们在这一课的功能用语当中学了一个明天见,叫做,ashita mata,ashita mata,是不是表示明天再见,明天又要见了,mata就是you的意思,mata,mata,同僚就是同事的意思,零掉,doryou,doryou,同事,dou加上u,dou, 聊呢是ryou加上u读作,ryou,合起来,doryou,doryou,doryou,交往,来往,或者打交道,零掉,tsuki a yi,tsuki a yi,副字读作,tsuki,和字读作啊,i是写在外面的,tsuki a yi,tsuki a yi,读零掉比较多,好,然后它是一个名词,它呢也有动词形式,动词形式的话呢,写在这边, 汉字呢写成一个,fu,和,后面就是把改成u,tsuki a u,tsuki a u,tsuki a u是动词,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词呢,是一个五段动词,tsuki a u如果变成masu形的话,变成tsuki a yi masu,五段动词必须把u改成一段的再加上masu,好,比方说和,这两个单词合到一起比方说,和同事进行交流,和同事进行情感的交流,可以说,doryo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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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do,tsuki a u o shimasu,我们可以这样说,dou-d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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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 do,d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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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masu, 就是音词,一个意思啊, だから还简得更加的口语化, ですから客气一点,意思一样。 下一个,名词还可以做副词, 大体上,都做, 大体,大是都做, 大加一,大一, 比都做,大体上,大致。 好,我们来再看到, 下一组单词,洗澡的词组, 首先风吕都做, 是这样子的, 是这个, 澡堂,浴室, 欧是美化语, 入是进入, 好,然后呢,这个词组当中的, 初词用的你,这是要固定计的, 好,我们读一下, 大家以后记住, 记住就是进入到哪个地方和空间, 都用的是你, 那么我想讲一讲这个入, 入的话,大家记住, 它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动词呢? 请大家这里写下, 它是一个五段动词, 入变成, mas 形要变成, 入ります, 这是一个不大规律的五段动词, 因为呢,这个, る的前面, はい, 你看, 以る结尾, る的前面是一的话, 按道理, 二段加る结尾的, 或者四段加る结尾的是, 一段动词, 但是这个是一个不规则的五段动词, 所以,る呢, 要变成, り加上mas, 来对一下, 入ります, 入ります, 風呂に入ります, 杂志, 零掉, 杂, し, 有个停顿, 杂, し, 杂, し, 看杂志怎么说呢, さしを, 好, 你得为他找一个动词, 就是读, 读的话呢, よむ, 是圆形, 把它变成mas 形, よみます, 它是一个五段动词, 要把第三段变成第二段, 再加mas, 我们读一下, さしを読みます, 就是我们说的, 读杂志, 或者是看杂志, 互联网, 它是五调, 一、二、三、四、五, インターネット, 这里有一个长音, タ、 ネ和ド, 中间有个停顿, 促音, インターネ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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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在口语当中, 一般就说, ネット就可以了, ネ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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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乐, 享受, 三调, タノシム, タノシム, 乐字读作タノ, 注意看, 它是一个タ动词, 五段的, 五段动词怎么变成mas型呢, ム要往前推一个, ム的前面是什么, ミ再加上mas, タノミます, 比方说享受互联网, 玩互联网, 上网, インターネット, 后面加上一个, お, 前面是互联网,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楽しみます,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楽しみます, 享受互联网, 或者是上网都可以, 好, 那么这个阅读文的这个单词列表就讲完了,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读解文, 叫读解文, 读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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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讲的内容呢, 是讲的小丁的一天, テイサーノ一日, テイサーノ一日, 我们先看第一段, テイサーノ, 小丁, 丁先生, 上海の日系企業の会社員です, 是上海的一家日资企业的员工, 彼は他, 毎朝, 哦, 这个地方是每日, 读解文, 毎日, 6時に时间点, 起きます, 你表时间点, 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 7時に, 在7点钟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家で, 在家里, 朝ごはんを食べます, 吃早餐, 8時頃, 在早上8点钟左右, 10点点的左右, 出かけます, 出去, 每天都如此, 所以用的是ます, ます在日语当中是肯定, 表示现在时, 10時に家で朝ごはんを食べます, 8時頃出かけます,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ていさんの, 如果想说10点, 10分钟左右的话, 在这个中间, 要加上一个, ぐらい, 但这里他选择没有家, 那么, 就是从家到车站, 大概要走个10分钟, そして, 然后呢, 前的报纸, 電車の中は電車里, 大変, 非常地混みます, 4時, 好, 我们把第二大段, 读一下, テイさんの家は次第にあります, 会社は郊外にあります, 家から駅まで10分歩きます, そして電車で会社へ行きます, 駅から会社まで1時間くらいかかります, それでテイさんは電車の中で朝の新宿に、 文文を読みます, 電車の中は大変混みます, 好,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一段, 会社は9時から始まります, 公司呢, 是早上的9点钟开始, そして, 然后呢, 午後5時に下午5点钟左右, 終わります, 结束, しかし, 但是, テイさんは時々, 丁先生呢, 有时候, 残業をします, 加班, 做动作的对象, また, 又, 或者是还是, よく, 经常的, 友達の付き合いをします, 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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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什么事情呢? 做交往的这个动作, 意思是说, 还经常会跟同事们一起呢, 那, 去交流一下, 那, 可能是出去吃饭, 或者是出去, KG哥之类的一种交往, 社交, ですから, 因此, 大抵, 大致上, 9時頃, 9点钟左右, 家へ帰ります, 那9点钟左右可以回家, それから, お風呂に入ります, 这是一个词组, 表示洗澡, 那么, 作为动词来讲, 进入的对象用的是你, 10時頃, 10点钟左右, 本や雜誌などを読みます, 看杂志, 或者是看书, また, 或者,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 ちょっと, 稍微一点点, 楽しみます, 是享受, 或者稍微享受一下上网的时光, 这样子, 好, 最后, 10時15楼, 11点钟左右, にます, 睡觉, 好, 我们再把这一段, 再从头到尾读一次, 会社は9時から始まります, そして, 午後5時に終わります, しかし, 邸さんは時々, 残業をします, また, よく同僚の付き合いをします, ですから, 大抵9時頃, 家へ帰ります, それから, お風呂に入ります, 10時頃, 本や雑誌を読みます, また,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ちょっと楽しみます, 11時頃, にます, とても、 このような動詞を読みます, 最好能够选择一到两句把它背下来 课文至少熟读十字以上 好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辛苦大家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